接下來呢我要教大家做的是 我最近非常愛吃的這個杏鮑菇培根炒蛋 我會做的就是有一點像鬆鬆軟軟的 所以你會有點感覺自己在吃沒有澱粉的飯 所以我叫它餵炒飯 但它其實成分就是切非常小塊的杏鮑菇 然後含有蛋水去做成一道料理 然後我們用的是有減脂的培根 然後調味道很簡單 因為有菇椒跟大蒼而已 那我們來開始吧 妹 很多人問你說 你剛開始運動的契機是什麼 以及你有沒有找教練 多久以後開始自助練習 剛開始運動是大樂的時候 這個時候因為某一個冬天 然後吃的比較多 然後體重大概是來到152 就是一兩宿就知道 好 甚至於是嚴重的泡芙女孩的狀態 所以自己的身材不是很滿意 我才加入健身手 那時候是在或GIM的 因為我這個臉比較緊 一擁扣打我就會去泡健身手 當然你們也知道去WORD GIM的時候 人家看尼文部 然後就會一直很想要推銷課程 當然我也承認說上教練課確實是還滿重要 因為我本身就也是有 上個大概一二十堂的教練課 有抓到一些 去做一些正確的姿勢啊 肌肉怎麼發力啊 等等 然後我才開始慢慢地會自足疏練 那你剛開始去健身房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集中那些機器 然後不敢去做運動 會耶 因為會覺得自己好像都在做錯 然後會很怕那些句句就是來糾正我 但是真的是要慢慢去克服 我就會帶上耳機 專心地做自己的training 那如果有人來給我一些建議的話 其實我也還滿樂於去接受 因為大部分給我一間的人 他們其實都還滿好心的 你是等運動多久後才去自己做自由訓練嗎 我記得滿快的 因為那時候教練也有帶我去自由中央區 所以我就是等人比較少的時候 我就自己去練 因為越來越熟練就是建立在你日復一日的練習之上 那只要你開始熟練之後 你就比較不會去那麼懼怕別人的眼光 然後變得越來越厲害之後呢 也不會有人來打擾你跟你推銷課程 然後你漸漸會覺得說 其實那些人看你他們是在讚賞著你的身材 所以呢去在意別人的眼光 而去影響自己來想做的事情是非常沒有意義的 因為如果你總是這樣畏懼別人的眼光 能畏縮的話 你永遠都不會進步 所以我常常就是秉持著 我覺得不會進步這件事情很可怕 所以呢我才會硬逼自己 每天 我知道每天啦 就是要不斷地去突破自己 你才會越來越好 有人問你說紙片人要怎麼辦 怎麼吃都吃不胖欸 我沒有這個困擾 下一題 常常看妹穿得很火辣去健身房 如果一直被陌生的男生或女生一直看的話 你會覺得怎麼樣 我會想說 糟糕 又要被認出來了 然後就會想說完蛋了 今天又是一個大嬸模樣 又是一個素顏狀態 然後又要被認出來覺得自己很醜 不會啦其實被認出來我都很開心 就會有人在路上或是在健身房秘道 就跟我說聲嗨 然後我就會說嗨 要合作嗎 好啦回到原本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穿得很火辣去健身房 你什麼感覺 我覺得 就是一個炫耀自己的訓練成果的感覺 啊你練了那麼久啊 啊你身材變好 你就是要穿得很火要去給人家看啊 有點小小的 我自己的觀念是會比較開放一點 然後我知道真的很多人會去在意就是 被人看啊 或者是穿了legge 走在路上這件事情 你覺得 你覺得呢 你是不是有類似的經驗 因為我之前就是 穿著legge 出門要去運動 然後我媽就看著我說 你怎麼穿這種褲子出門啊 我同學 也有人會覺得說 你穿著legge 總會 路上很怪 就是就只能在健身房裡面穿 那你會因為他們這樣講的 然後就不穿 我不因為他們這樣講 我就不穿 但我知道台灣社會會比較難去接受說 女生穿得很暴露 所以我覺得legge 也不暴露 所以我覺得就是不要害怕 想穿就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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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一道料理呢 來到MAI最近非常喜歡做的一個小菜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的天氣非常的炎熱 所以我們很需要健康清爽的小菜 來做為我們的沙拉的一個搭配 我們所需要的食材有 1 4的植高麗菜 1 2的洋蔥跟蘋果拌顆 還有檸檬汁 那調子 我們下個就是 我沒有 1 4的植高麗菜 1 4的植高麗菜 2 4的植高麗菜 2 4的植高麗菜 3 4的植高麗菜 2 4的植高麗菜 我都會安排一個小時的時間去健身 當然我覺得跟家人跟朋友的相處也很重要 所以就算我很愛健身 但是我一定會安排跟家人朋友比較放鬆的聚會 至於課業上面 我不會說要花太多時間達到滿分 但是我覺得八九十分 然後專注在自己喜歡的肥育上面 然後酌散的 其實我覺得不同的事情是不會相互衝突的 只要說你健身的時候你就專心健身 你念書的時候你就專心念書 不要說 同一時間你又想著你要幹嘛 同一時間又想著要幹嘛 讓你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還有一題很有趣 有人問你說要怎麼瘦的時候 同時還保持臉很飽滿可愛 我天生就是圓臉 所以我現在你看到我的樣子 對 已經真的是 臉消瘦很多以前根本就是 松鼠一樣 對 在一起 最近的你 都是怎麼調適心情的 我覺得呢 現在把自己圍繞在有正面的這樣 應該是三個月 因為作為一個工作人 我每天接受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如果人家告訴你 你就一味的接受你的話 你會變得就是不知道你是誰 或者是你會變得很迷惘 甚至會持續自己人份相信吧 但我覺得你還是最重要 給到你自己的本心 所以我最近就是 持續的去做我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認為我的訴狀一直都沒有變 我在社群平台上 我喜歡的東西 我所分享的東西 我的本質上面是一直都沒有變 那我也不需要去為了 我從小部分針對我的人 去改變什麼 就是保持正向的心情 然後一樣的做對他人好的事 其實這樣保持活潑開朗的態度 我覺得就很好 對 最後這個德式菸菜呢 我非常喜歡搭配一種東西 就是我們的小黃瓜 所以我們首先選擇一個 適合我們自己的粗膝 恰恰好的這個小黃瓜 就是進行一個斜切的東西 就是進行一個漂亮的斜切 就是這樣 妹 我們還剩兩題QAI沒回答 好的 妹在做考量理想跟因素的事情的時候 都怎麼平衡 像比如說初術跟Youtuber 都不是力敢建議的事情 很多人在做一件事情 或者是根本還沒有開始之前 會一直去想說 這樣的努力會有回報嗎 到底多久 然後才可以看到成果 但是其實呢 比如說我初術跟 或者是我IG 能經營到現在的價值 都不是我 一開始我就能預期的結果 而是我想要做什麼 我就會說 就是對耶 就是你還沒有試過 你怎麼知道 他會不會立端建議 或者是 最終有你想要的美麗的成果 所以呢 我給你的建議就是 你想做什麼就去做吧 那一開始總是會一個 有一個摸索 或者是還看不到希望的一個階段 就像我 剛開始經營Youtuber也沒有什麼人 咬我 那我慢慢的去找到大眾的taste 或者是去改變我講話的方式啊 慢慢去抓到我自己的風格 那其實做很多事情就是這樣子 只要你一開始去做 你知道要怎麼去調整 怎麼去精進 所以如果是一個好的結果就會跟著來 好吃嗎 好吃 個人真的很推這個杏鮑菇超大 因為你真的會以為它是飯 我發明這道料理的 很聰明吧 這個 我非常喜歡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有點皺口味的人 如果今天吃得不好太清淡的話 會覺得很不爽 所以今天的這個拉里風味 它就加了滿滿的辛香料 然後配上這個清爽 帶有一點自然的蘋果香氣的菸菜 超好吃的 我賣380塊你買嗎 有人問說他在研究所畢業後 還是找不到自己內心最渴望的事情 所以想要問妹 你是怎麼找到自己最喜歡做的事情 我覺得呢 你問我這個問題 其實你心裡可能也知道說你想要什麼 但你可能就會因為很多現實的因素 就會覺得啊還是不要做那個好的 啊沒有錢或者是家裡會怎麼樣 啊沒有未來什麼的 那其實你已經很清楚知道 你喜歡做什麼 來像我的攝影師 來主角換你 來你坐這邊 這裡是素顏 這裡是素顏 完了 完了 我要介紹我的朋友 因為我們是高中中山女高的 非常好的同學 你看起來還蠻漂亮的 然後呢我要介紹她 因為她真的是我們班上裡面最頂尖的學生 她大學的時候考上政大法律系 這四年來成績優異 以為說可以一路順遂的當想律師 結果呢 結果我後來就去台大 念了跟攝影相關的東西 你會後悔嗎 沒有 但我覺得其實真的你喜歡做 你在心裡會很清楚 因為會吸引你的事情就是那些而已 一定從小到小都不會變 可是可能像我在那時候升學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你喜歡的東西 你不太可能會是一個行業 你其實不會意識到你自己沒有去承認這件事情 或是你根本沒有意識到你自己沒有去正視你喜歡什麼事情 因為大家比如說 工作不是要做你最喜歡的事情 可是可能現在世代別人 所以你現在年輕人有機會去做他們最喜歡做的事情 這個問題才變成一個問題 我那時候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去正視自己其實變不喜歡法 你只要在心裡去會像 你從頭到的心裡是你是誰 然後你就是 現在不要想態度就是慢慢的做 然後做到後面你就會對自己有信心 這時候就要超級妹說話 什麼我說了什麼 就是你不要去在意社會的眼光 你要關注在自己的進步上面 你只要想昨天的你並沒有想要去拍這些東西 但是今天的你已經決定去拍電力 拿去相機就可以去拍一樣的專題 這就是一個進步 那你不要管輸你現在只拍50分 然後可是拍通專題的人拍到90分 你這跟我不算是一個作品 就無所謂啊 你只要管輸在自己的進步上就好 這期開頭呢 我可能是很高興的在慶祝我訂閱人數成長這件事情 但其實我對數字一直都沒有到非常關注 一直以來我比較在意比較care的是 我從這個做影片當中我獲得了什麼 可能我學習到了更多的菜色 學習到要怎麼自然的面對鏡頭 然後甚至是讓我的妝容持續的緊緊 所以呢非常謝謝在這一路上 不斷的陪伴我支持我的你 那從IG到Youtube就是我每一個成長的過程 可能你們都有參與到其中 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那謝謝你看完這支影片 請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持續的追蹤我的健康生活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